圆兆寺的素食圆游会 希望能够响应佛法慈悲不杀生的理念 高雄圆兆寺举办素食圆游会 全省各地的志工都前来协助出摊 有的翻售关东煮 素食烧烤 还有发心的志工们奉茶给大家喝 大家里里外外 齐心协力的完成这个活动 都觉得很开心 我们就是圆兆寺的信徒啊 那师傅举办这个圆游会 就是要跟大家节眼 我们就是大家出钱出力 发心 耶 很累 但是很高兴 每个人都这样啦 我里外交时已经走30年了 在生活当中做事情 就用佛法的理念去跟人家处事 就这样 生活会跟得很顺丧 而且又很欢喜 发心嘛 发心充满啊 环境不变 心可以变 不要 心不要随着环境转 不强迫小孩子啊 小孩子他们自愿要来啊 大概他们也比较投缘吧 比较有契机啊 因为孩子 人家有那个青少年叛逆时 像我们孩子好像都没有 对 就都 师傅啊 如果有什么活动就都会对出来 倒用啊呢 这一年到一次了 师傅啊 大家在我们追随啊 有空的希望 都可以来参加这种活动 一年一度的园游会登场 摊位上卖的东西 看不见荤食 各个摊位全部都卖素食 用蔬食跟大家结善缘 响应佛陀的 慈悲不杀生的理念 十方新闻归闻 徐建一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